同学们上午好 咱们开始上课 大多数同学可能已经做了实验二了 实验二主要是针对咱们第七章的一些内容 可以做一些理解 当然因为实验装置 咱们上节课也讲了 就是它电阻电容的 主要是电容 它选择的量是有限的 所以它不能像咱们仿真一样 就是所有的你按照咱们说的最优模型 然后校正环节 然后所有的参数都给出来 所以咱们主要是体会一些实际的工业应用 比如说是咱们要做一个控制系统 怎么能够实现它的一个闭环控制 这个方面有一些理解 当然你校正参数变化的时候 它有时候它也会性能有挺大差别的 如果你做的不好 它会震荡 如果做的比较好 这个稳定性 准确性 快速性都会有所提高 这是这个实验 实验和咱们那个仿真 所以说咱们第一 实验一的这个仿真 能要求大家 就是马上交实验报告 就实际上是和你那个 实际操作实验的结合起来 到最后期末的时候 三个实验报告一块交就行了 交的时候 就是电子版的或者是纸版的都可以 选一种就行了 因为那个尤其是仿真 很多都是图 如果打出来太多了 也比较浪费 所以呢 咱们交电子版的就可以在那个网上到时候开辟一个这个就交作业那个地方提交就可以 这是实验 下面呢 咱们就接着上节课讲那个第七章的内容 就是综合校正 综合校正呢 咱们已经讲了就是综合校正 什么叫综合 什么叫校正 对吧 讲了它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受控对象 这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决定的 包括你的任务 包括你要做的这些工作是什么性质 这些呢 把它的传递函数 或者用实验的方法 或者用解析的方法 做出来呢 可以画出一个博德图 如果直接的反馈呢 这个有时候性能并不是很理想 就是稳定性 准确性 快速性 甚至经常一闭环呢 它就震荡 这个时候呢 就要加一些环节 就是校正 那个校正呢 咱们说了 一种是串联校正 在前向通道加一个环节 还有一种呢 反馈校正 就是做一些反馈 这个串联校正呢 咱们重点讲的是 超前校正 之后校正 超前之后组合的校正 然后PID 调节器 这是串联校正 反馈校正呢 咱们讲了那个 它的反馈总的一些作用 然后呢 重点讲了一个测速机反馈 和一个加速度计反馈 测速机反馈呢 在咱们实验里边 就用到了 对吧 测速机 当然在这个调速系统的测速机呢 它也是一个检测元件 那么在位置控制系统里边 这个测速机就是一个 反馈校正的作用 下面咱们呢 就还要介绍这个 就是电压和位置控制系统 咱们实验二 实际上是加一个电压 控制它一个转速 这样的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咱们下面看 这个实际上是实验三的 主要内容是类似的 就是电压位置控制系统 电压位置控制系统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实验二的部分 就是这部分 对吧 这部分 实际上你加了一个电压 然后让这个电机呢 有一个转速 所以这部分就是实验二 实验二做完了之后呢 再要加外边这些东西 就组成了一个 电压到位置的随动控制系统 就加一个电压 它有一个转速 那这个电压呢 加这个电压呢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位置一样的 就是说你这实际上是电位机了 这个电位机 也可以和它这个实际 控制这个工作台是对应的 那就变成一个位置随动系统了 你这加一个位移 实际上在里边呢 实际上是个电位机 它那个活动端在动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活动端呢 也对应动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位置 控制系统呢 它的主要对位置要有一个检测 拿什么来检测这个位置呢 咱们这个实验装置 最简单的就是用电位机 电位机 你这个位移变化呢 它输出的电压就变化 就是两端 比如说这个 一端是正十幅 一端是负十幅 正负十幅 然后这个是活动端 活动端如果移到这个中心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零幅 往这边移呢 这边是正电压 这边就是正一幅 正二幅 正三幅 正四幅 往这边呢 就是负一幅 负二幅 负三幅 负四幅 然后这个电压 和你这个地方也是正负十幅 这是个电位机 给定的电压是要比较的 这个地方 你比如说 给定它的位移 是在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 这个地方输出是一幅 那这个地方反馈呢 也一定要到一幅的时候 这两个才平衡 这个偏差才变成零 咱们这儿呢 就是把一些实际的物理系统 和咱们讲的一些 数学的东西要对照起来 那这个地方呢 刚才说了 这部分是咱们讲过的 这个位置控制系统 然后这部分是什么呢 这部分一个是 这个传感器的 有一个比较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输入 这个地方是输出 那这地方输出呢 到底到了没有 同样的位置 这地方是用 用了一个运算放大器 做比较的 运算放大器 这个地方 如果同时从反向端输入 这个地方的 这个方向和它呢 应该是相反的 才形成负反馈 那这个方向 怎么能够是相反的呢 那在这些环节里边 每一个掉一个头 它都会反向 比如说电机 电机的两端 你掉一个头 它这个方向也会变 然后测速机 掉一个头也会变 所以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总的目的是 这个地方加一个正的 这个地方反馈 应该是个负的 形成负反馈 这才是稳定的 那这个负反馈 这部分呢 就是串联校正了 串联校正 当然这个地方 画的实际上是个 比例校正 没画电容 没画电容 就是只有放大 和这个缩小的关系 那这个系统的 这个校正 实际上呢 这个测速机反馈 就是一个反馈校正 反馈校正 咱们上节课讲了 就相当于一个 超前校正 对不对 超前校正的作用 当然你这个地方 加了反馈校正 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加 比如说是比例加积分 比例加微分 或者是PID 都可以 就这个地方串联 咱们地方 有那个实验装置 做过实验的都知道 它那个面板上呢 还可以 插一些网络 把它做一个串联校正 和反馈校正 同时 这个实际的 这个 物理系统呢 的实验呢 刚才咱们说了 主要是体会一下 闭环控制系统的 这些性能 和它校正的关系 但实际做的过程中 和咱们 做作业 做仿真 它的也有很大区别 因为那个 做仿真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的 测速机输出 就实际上 就是它的一个 和速度 成正比的一个电压量 但是实际呢 咱们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 拿视波机看到 这个地方是 有很多噪声的 测速机 因为它总还是一个原件 你测出来的 并不是一个 很干净的一个 直流反馈 而是一个 有噪声的一个反馈 所以有时候 经常还会有滤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地方呢 相当是一个滤波 就是把那个高频噪声的 滤掉一些 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滤 滤得很干净 这是 一个是实际系统的 一个差别 另外一个实际系统的差别呢 像这些运算放大器 实际上它是上下 比如说是正复12伏的电压 供给这个运算放大器的 它这个输出呢 最多就是正复12伏 但是咱们在这个 传递函数 从数学上运算的时候呢 认为它是个线性系统 就是说它的输出呢 可以超出正复12伏 这样呢 就是线性系统了 但是实际上这不是 所以你仿真的时候呢 像这些环节呢 还要加一个饱和环节 这样才和实际咱们做出来 这个曲线呢 比较的相符合 就是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偏差比较大的时候呢 它可能要经过一个饱和 就是它最多给出正复12伏 上不去了 咱们看那个波形呢 不像咱们那个理论上讲 看到那个曲线非常的柔和 而是有一段 好像是直的一样的 对吧 咱们有些同学 可能比较观察这个实验试过器的结果呢 可以看到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呢 实际上它就有一些非线性的作用 这个情况呢 在咱们的仿震里边 就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来 如果你把这个运算放大器后边 加一个带饱和的一个 非线性环节来做仿震 这样呢 就会好一些 就是饱和 饱和是什么电压呢 就是正复12伏 每个运算放大器后边都有 电机呢 它也有饱和的 电机它转速 它也不是无限制的 呃 就就 比较转速 你要是运算多快 它都可以实现 它也并不是 所以这些呢 如果你把这些实际的物理系统 都考虑的很详细 做仿真 那么和咱们做实验的结果呢 就吻合的比较好一些 咱们以后做课题 做课研 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理论上是理想的 实际上呢 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呢 也可以在理论上做弥补 就是仿真实际上是 考虑着这些问题 把每一个环节呢 都加上 这些呢 就顺便说一下 所以这个 呃 电压位置系统 在原来咱们的电压速度系统的基础上呢 就就比较简单了 就这部分 实际上咱们可以把它 认为一个环节就相当于方块图化简以后 就是一个二阶最优系统 对吧 所区别的呢 开环传递函数呢 就是再乘上它 再乘上它 就完了 这就是这个电压位置随动系统 就实验三 当然实验三呢 它由于速度到位移 它又积分一次 就阶次又高了一次 所以它的这个呃 做实验的时候呢 还要做一些数据记录了 包括你这地方电压不断不断的加 这个地方要读它的位移 到这它要停住的 停到这儿 是不是线性的 咱们实验指导书上有 一些步骤 那所用的这个装置呢 除了这部分咱们测速 测速机用的 实际上用的时候呢 咱们是把这个连周节打开了 对吧 连周节打开 就是它转的时候呢 这工作台并不跟着动 你连周节一连上呢 这个地方的电机的转速 通过四杠螺母 就变成这个位移了 那你这个 电机如果始终转 它就马上就到头了 这是不行的 所以电压位置控制系统 就是一个电压 对应的是一个位移 就是你给个电压 这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就停住 当然这地方有一个标尺了 咱们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做记录 这是所用的这个实验对象 那么速度环 调节 咱们前面说了 调节器呢 刚才咱们前面讲的是个比例调节了 如果采用这样一个运算放大器 这就是一个滞后校正的一个环节 对吧 有电阻电阻电容 咱们可以把它的传递函数写出来 写出来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滞后校正 那这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 它的传感器过来以后 加一个滤波 这个滤波时间长数呢 设的比较小 就是说它那个工作频率一段 不滤掉 就是滤噪声 那这个地方就是 这部分的作用 这个地方呢 加了一个电位剂 这个呢 可以调整整个的开环的放大倍数 就是整个的开环放大倍数 比如在这 这个地方往后引的 引到那个功能地方 就是这个功放 然后带动电机转动 那你这个电位剂 如果是打到最底下 就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始终是个零了 对不对 是这个地方的开环放大倍数 就变成零了 当然没有意义了 咱们实际上并不是用零 而是把它 就是开环放大倍数 咱们博德图呢 相当于是上下平移的 你如果把它调到最上 最上端 就相当于这个电压 就是前面的电压 乘上后面的电压 整个的开环传递函数 就是一 如果你这个地方 你调到中间 就是零点五 就是整个调那个开环增益K 这个作用 这是在工程上 经常这样用 比较方便 其他的呢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 一个电位剂反馈 当然电位剂反馈 呃 由于电位剂 它是这个有电刷的 来回磨损磨损 它就接触不可靠了 所以在咱们实验装置里边呢 是用了一个电子的呃 这个电位剂 实际上咱们就理解 就是电位剂就行了 意思是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 咱们首先要把它 期望的博德图得到 然后固有的博德图得到 然后呢 加 校正 那这个 加校正呢 当然你首先 你有了这个 测速反馈了 你把测速反馈 考虑进去之后 有一个开环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开环 呃 就是串联校正 这样呢 就这个 它的这个 校正的过程 就是这样 首先调小臂环 然后再调大臂环 所谓小臂环呢 就是测速环 就是 做位置控制系统的时候呢 也是 从内环开始调 调完之后 再调外环 内环调完了之后 内环 作为一个方块图化解 它的开环传递函数的 这个 固有部分就有了 然后呢 你再根据这个固有部分 在前向通道 你选择 适当的这个 校正装置 那这 这样的是这样 就是 咱们前面说的 咱们的位置控制系统 用了咱们实验二的 速度控制系统 实验二的速度系统 控制系统已经把它变成一个二阶最优模型了 对吧 二阶最优模型就这种的 这种的呢 当然 根据你的开环的放大倍数 就是β不一样 它有可能 原来的最 二阶最优模型 实际上是 剪接频率 是在这的 然后 这个转角频率是它的二倍 但是你放到这个环节里头 由于它的各个环节的放大倍数不一样 有可能不是 原来的那种情况 但是这个形状一定是这样的 现在呢你要作为位置控制系统 它实际上应该是个高阶最优模型了 因为它这个 这个二阶 你再加上这个速度到位移 积分的一阶 就是三阶了 对吧 就应该用高阶最优模型 高阶最优模型 相对稳定性会比二阶系统要好一些 比如说 咱们这个实验是按照一阶系统来做 那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你从这儿可以看出来 就是从博多图上就都可以看出来 你的串联校正应该是加的什么 首先 你这个地方 要往上 就是比例 比例吧 比例校正应该有吧 就是K 应该有 往上提 提到这儿 就是把这部分 先单纯用比例的话 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博多图 这样一个博多图呢 实际上它的低频段 还是可以 有改善的空间的 希望它尽量高 尽量高怎么办呢 那你这个地方再加一个 刚才比如说是比例加 就是之后校正 之后校正呢 就是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您 把这个自由模型和它一减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它就是这么一个模型 对不对 这一段是一样的 这个斜律 这一段呢 是负20 负40 减去负20 是负20 然后这段呢 又都一样了 又平了 所以相当于 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部分是平的 然后这部分是负20 这部分又是平的 这么一个校正环节 所以呢 咱们说的 这个图形法 你算当然是可以的 从图上呢 很直观的就可以得到 你要的那个 串联 就是之后校正的 传递函数是什么 传递函数有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一个 两个电阻 一个电容 像这种 或者呢 使用一个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呢 就包括这个比例 把它放大 这部分也 也在这里边了 也用这个运算放大器实现了 这就是 这个实验三 在实验二 讲完之后 实验三呢 就相对容易了 那么下面呢 咱们再看一下 确定PID参数的 其他的方法 前面咱们的评语法呢 是咱们的重点 但是实际上 PID校正呢 还可以用 其他的一些方法 来确定 它的那三个增益 一个是比例增益 一个是积分增益 一个是微分增益 如果这三个增益 有了之后 它这个校正参数 就确定了 对吧 那这是 这一节呢 就这样的意思 就是 它的 其他方法是 有哪几种呢 首先一种就是 考虑 闭环极点 就是咱们知道 闭环极点的位置呢 首先是 能够保证 它的闭环的稳定性 闭环极点 如果都落在 S左半平面 它就稳定 如果落在S平面的 一定的区域 咱们说了 一个扇形 然后离那个虚轴 有一定距离的 那个区域 那么这个系统呢 就是相对稳定性 比较好 对吧 另外它的主导极点 离这个虚轴的距离 也可以是一种 快速性的一个表示 当然它的 极形系统 然后K的大小 就是一个准确性的表示 所以呢 可以用极点 落在 它的这个位置上 闭环极点啊 咱们的评译法 是用的 开环的博德图 来综合系统 使它闭环 满足性能要求 那么咱们这个 极点呢 要落在 希望的位置 是指的 闭环 这个传递函数的极点 因为闭环以后呢 是起作用的 这个时候呢 怎么来 用极点来确定 这个PID 这三个参数呢 就是咱们来 呃 要讨论的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呢 还有一种就是 通过实验方法 咱们 做实验二 实际上呢 你也 呃 也可以先 先做一下参数 还有一种呢 干脆都不做 我就拿着这个 系统就这么调 我就看着这个 就把它调的 差不多了 那这个呢 咱们经常在 认为有工作经验的 比较有工作经验的 工程技术人员 好像看着 好像挺神的 你这个地方 原来就震荡的 它这儿动动 那动动 就好了 怎么好呢 咱们把这个 大概的 方法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也就会了 这是这 下面要讲的 这些内容 那么 PID校正 咱们知道是 比例 加积分 加微分 对吧 通分之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 传递函数 那这个传递函数 有三个带定的系数 就是分别是 KP KI KD 对吧 现在呢 假设 它的固有的 开环传递函数 也就是受控对象 咱们说的 传递函数 咱们用这个0来表示 D呢 是分母 N是分泽 D0分至N0 这是它的 固有部分的 传递函数 现在呢 咱们PID校正是 串联交正 是放在前向通道 那么B环 特征方程 咱们说B环 B环的几点 对吧 所以呢 你要把它的特征方程 写出来 把它的根 写出来 那B环的几点 就是1加上 开环传递函数 开环传递函数 包括了它 就是固有部分的 也就是受控对象的 再加上串联交正的 串联交正 就是咱们用G接 来表示了 这两个相乘呢 是咱们 就是校正完之后的 开环传递函数 它的这个 特征方程式呢 当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 那这个校正装置呢 咱们用的是PID校正 就是比例加积分 加微分 所以呢 你把比例加积分 加微分 带到这里边 这个地方呢 用这个分式带进去 它等于0 就等效于 这个式的等于0 对吧 这很容易吧 那么这个式子等于0 这个式子呢 咱们就看 这已经是2接了 然后受控对象呢 你看是几接 如果是受控对象 也是2接 那和加起来还是2接 如果是受控对象 是3接 那加起来就是3接 如果这是1接呢 这加起来 当然还是2接了 对吧 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就是要通过三个系数 不同负值来改变它的这个极点 对于接次比较高呢 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 如果接次是3接以上了 你只用这三个系数 来决定它所有的极点的位置 是不可能 就是不能够做到极点任意配置 咱们这个教材上讲的任意配置 就是说 我希望它闭环的极点 比如说是3接 是2接系统 2接系统你加上PID交证之后 它的这个极点是哪几个 在哪几个位置 你指定 我就可以求出相应的这三个系数 这叫任意配置 但是你接次比较高的时候呢 你用三个参数 就不可能任意配置 尽管不能任意配置呢 它可以把它配置到一定的区域 这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咱们分别讲 任意配置的方法和这个 配置到一定区域的这个方法 咱们先看几点配置方法 是由于PID调节器 只有三个任意复制的系数 所以一般只能对固有的传递函数 是一接和二接的这样的系统 进行位置的任意配置 因为你接次高了 它那个三个参数不可能任意配置了 对吧 而且呢 对于一接系统来说 不一定要PID校正就能够任意配置 只要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或者是PI校正 或者是PD校正 只要它那个能够把它的解出来 把它那三两个系数解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概念 下面呢 咱们还要分别看一看 比如说是一接系统 一接系统呢 当然就是 咱们这个A如果作为参数的话 可以说固有的部分 是这样的一个传递函数 那咱们呢 对于一接系统 可以不用比例加积分加微分 就可以认 就集点认一配置 比如说咱们用的是比例加积分调节 没有微分 那这个时候这两部分相乘 就相当于它和它相乘 对吧 就是闭环传递函数呢 就相当于开环传递函数 比上一加上开环传递函数 你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是不是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呢 二接就有两个根 这两个根呢 你指定 比如说你是要 希望它是一对公和福根 这个公和福根的 这个阻尼比呢 是达到 比如说是0.707 二分之根和2 然后它的OmN是多少 你只要指定了 这两个就相应的就解出来了 就是 这样 就是对应 因为你这个地方的常数项 把它写成一个标准形式呢 S平方加上二倍的阻尼比 OmN乘S 加上OmN的平方 所以OmN 你是不是平方就等于Ki 只要你这个 两个根解出来了 也就是你有了阻尼比 和有了OmN 这两个根就能确定了 确定了你这个 这个就有了 这个有了之后呢 这部分 二倍的阻尼比OmN OmN有了 带进去以后 就剩下阻尼比 一个 阻尼比是你给定的 对吧 然后这个Kp就解出来 所以呢 对于一阶系统来说 按照这样的公式 来选 它的 这个积分增益和比例增益 就能够 使它 闭环以后 它的两个极点 落在 你设定的 这两个参数的 那个根上 这两个参数呢 你可以任意给 叫极点任意配置 那对于二阶系统呢 那一般的 是要用完整的PID校正 特殊的呢 用部分的也可以 最关键就是看 它这个 这个是不是能够解出来 那像 比如说是二阶系统 二阶系统 咱们一般的写法呢 可以用 这样的传递函数 来表示 就这两个都是参数了 然后呢 PID校正 所以开环传递函数 就是这部分 乘上这部分 它的闭环的 这个 特征方程呢 就是个三阶的 三阶的呢 你这个地方 要给三个任意的 极点的话 或者是三个都是十根 你如果不希望 它有任何的抄条 你给三个十根 也可以 如果是给一个十根 一对共和幅根 也可以 那共和幅根呢 你认为是 把它设计成一个 这个主导基点 那这种情况呢 有三个根了 那有三个根呢 也是 乘起来也是三阶的 三阶呢 你就把它展开 对于映像系数相等 就是三个方程 解三个位置数 也可以把它的 KP KI和KD解出来 就是假设 它的三阶的多项式 就是这是一个根 是负β 是一个十根 然后一对共和幅根 一对共和幅根的 阻尼比呢 是Z 这个无阻尼自证 脚平率呢 是OmN 那这就是三个根 当然你这个也可以 把它变成两个十根 也没关系 你把三个乘起来呢 肯定是一个 三阶的多项式 这个三阶多项式的 对应像系数 让它相等呢 得到一个方程组 得到方程组呢 就可以把这三个系数 解出来 就是这样的 三个 系数 就是只要你指定了 它的极点的位置 那这个β就有了 阻尼比就有了 OmN就有了 KD KP KI 就按照这样的式子 就解出来 这叫极点任意配置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的固有部分 是高于二阶系统的 这个呢 也是经常有的 经常有的呢 这时候PID校正呢 一般就不可能做到 全部闭环极点的任意配置了 那怎么办呢 咱们说把它配置到一定的区域 配置到一定的区域 就是可以控制部分极点 达到它的预期的性能指标 那这个性能指标里边 咱们说过 稳准快 对吧 稳准快里边的性能指标 最重要的呢 就是稳定性 稳定性的定量的指标呢 就是这个向脚余量和增益余量 如果对于咱们积电系统 大多数是一个最小向位系统来说呢 实际上你就是考虑它的向脚余量就可以了 增益余量一般都是跟它是一致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向脚余量的定义 来先解决它的稳定性的问题 这个是PID校正加上它的固有部分的传递函数 乘起来呢 是它的开环传递函数 这个Omega地方用OmegaC带进去了 就相当于开环传递函数 OmegaC那一点的频率特性 对吧 这个频率特性呢 对于向位一量的定义来说 它应该是扶植是一 向脚呢 是负180度加上伽玛 伽玛是向脚余量 对吧 这没问题吧 这没问题 那这个呢 就可以把它扶贫特性 向脚特性分别考虑 它的扶贫特性就是一 就是向脚余量的定义 是和单位元相交的那一点的频率 就是OmegaC 所以它的扶植呢 是一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马上反应过来了 有些同学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我再解释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角度呢 它这个地方的总的角度 应该是加上正的180度 就是伽玛 所以它实际的角度呢 就是负180度加上伽玛 对吗 这是它的扶植 这是它的向脚 那现在咱们要确定的是它的 这个PID校正部分 这部分固有的是有的 那现在呢 就是等于把它除过去 这个传递函数 扶贫特性 就是它的扶贫特性等于一 这个扶贫特性等于一呢 你把这个固有的部分除过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校正部分的 这个扶植 就应该是它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向脚呢 那这个地方也是要求的是 校正部分的向脚 校正部分的向脚呢 你也是根据这个式子 负180加伽玛 就是这个角 然后把它除过来之后 是不是减去这个角 减去固有部分的这个角度 所以呢 这个校正部分的向脚 就是在OmegaC 这个地方的向脚 就应该是满足这个条件 这是有扶植 有向脚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 比例加积分加微分 然后你把这个分母 实部化之后 可以分成一个实部和虚部 对吧 就这个阶就是根号负一了 实部和虚部 把比例加积分加微分的 那个传递函数 S用阶Omega带进去 Omega呢用OmegaC带进去 然后再把实部和虚部分开 是不是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是不是可以用扶平特性 承上 实部可以用扶平特性 承上它的向脚的余弦 虚平特性可以用 它的扶植 承上它的正弦来表示 对吧 那这个 这个 这部分 承上余弦 就刚才都有了 就是θ角 也解出来了 这个也解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呢就唯一确定 就是比例加积分加微分的这个 比例增益就确定了 但是积分增益和微分增益呢 这两个合起来是它的虚部 这个虚部呢 是等于它乘上正弦 这个角的正弦 所以呢这个呢 是 不是唯一确定的 你给一个KD 根据这个关系就可以解除一个KI 换一个KD 又可以换一个KI 它有无穷多足解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一般的是这样的 首先 根据准确性的性能指标 把KI 确定出来 因为KI不是 就是积分校正吗 积分校正是和它的准确性有关的 所以呢 就是根据准确性 先把KI就解出来 解出来之后 这个式子就唯一的只有一个位置数了 就可以把D解出来 下面咱们还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具体怎么做 就是KP刚才说了 是唯一就可以确定的 因为这个角度 刚才上一页给的那个式子就可以得到了 然后这两个呢 应该等于它 等于它呢 就是 不是唯一解了 不是唯一解呢 一般是有稳态误差的这个指标 来确定开环放大倍数 先确定这个KI 然后呢 再计算出微分增益KD 这样呢 就把三个都做出来了 做出来呢 有时候可能还要再进行仿真 是不是比较理想 如果不理想呢 你再做一定的修正 把这个KI和KD两个关系 再做一个修正 这样的不断的反复几次 一般工程上就可以确定下来 咱们通过例子来看看啊 咱们说的二阶以上 一般的不能够任意配置 比如说这个系统呢 固有部分是个三阶的 是三阶的这么一个传递函数 要设计PID调节器 要实现什么呢 实现它的剪切频率 在每秒1.7弧度 向脚呢 是50度 就是向脚预量是50度 那么单位加速度输入的时候 它的稳态误差是2.5 这是快速性性能指标 这是相对稳定性性能指标 这个是准确性性能指标 这三个性能指标都有了 怎么来确定它的PID参数 它呢是个三阶的 就这种情况 那现在呢 就是根据这些条件 就是刚才说的 有一个OmegaC 有一个Gamma角 就可以得到一些值了 就是这个是 固有部分的传递函数 把它的S用解Omega带进去 就得到了固有部分的频率特性 这个频率特性的表达式有了之后 它的频率特性的 浮频特性一般表达式 相频特性一般表达式 就都可以写出来 那浮频特性一般表达式 咱们前面都讲过很多了 就是分子的浮值 除上分母的浮值 分母的浮值呢 因为它是相乘的 可以分别来写 这是它的浮频特性一般表达式 有了浮频特性一般表达式 你把这个Omega 用OmegaC那个值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 OmegaC那一点的 它的浮值 因为咱们刚才前面的公式 不是要的是 这个G0阔弧接OmegaC吗 这个OmegaC就是1.7 你把它带到这里边去 就算出来是0.454 这是 这个值就有了 下面呢 再根据它 把相频特性的一般表达式写出来 就是-90度 减去 这个的 反正切 再减去这个的反正切 这个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 Omega 我看看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 Omega 这个我回来改一改 这个地方应该是Omega 这个地方是 Omega除上2 就是完全是按照咱们前面讲的来做的 那这个呢 要是把减切频率处的相角 求出来呢 就是把这个减切频率 OmegaC带到这个里边去 带到这里边去 就相当于带到这里边去了 就解出来 解出来呢 是189.9度 然后这两个有了之后呢 它的 在减切频率处的频率特性 也就是它的幅值和向角就都有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角度 根据刚才的这个式子 是 校正装置的 这个地方在减切频率处的角度 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根据这个式子算出来 算出来呢 是59.9度 就是你加一个串联校正环节的角度呢 应该是它 它有了之后 它的正弦和余弦的值就有了 然后 这个角度有了之后 增益 比例增益呢 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式子 就是它在减切频率处的 幅值分支 这个角度的余弦 求出来呢 是1.1 那KP就有了 那么KI和KD呢 首先 先考虑KI KI呢 是根据它的这个 准确性来给的 准确性呢 刚才提上的条件 说是 当它输入是个 加速度信号的时候 它的误差是2.5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先要把它的 引起误差向函数的表达式 写出来 像这个 误差的向函数 相当于它的这个 传递函数 乘上输入的向函数 传递函数呢 你根据刚才 这个PID校正 再乘上它的这个 串联校正 它的这个式子 就可以把它 就是前向通道是1 比上1加上 开关传递函数 还是咱们第六章的那个 方法 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之后呢 把它的输入 传递函数 写在这儿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加速 单位加速度函数 它的向函数 就是S 立方分之一 对吧 所以呢 它的稳态误差 应该是2.5的话 用中之定理 就可以得出来 KI 就是这地方 有一个位置数 因为你这个地方 用中之定理 S等于0 带进去 这些部分都是0了 这些部分呢 这个分子就只有2 分母呢 是4KI 对不对 因为这个S 平方分之一 然后这个地方呢 消去一个 中之定理 还有一个S S立方和S立方 消掉 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 它的中之定理的值 就等于它 这部分应该等于2.5的话 KI是不是就等于0.2 就这么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KD就可以做出来了 KD 因为KI有了 KD呢 因为这两个相加 你这部分都有了 就可以算出来了 KD就是1.19 所以呢 对于高阶系统的PID的参数 怎么去定呢 是这样一个思路 首先 根据 它的相较余量 剪切频率 剪切频率呢 是由它 由你系统的快速性决定的 这个 相较余量呢 是根据你的相对稳定性决定的 有这两个式子呢 就可以确定出来KP 然后KI和KD呢 先根据准确性的那个指标 把KI 写出来 求出来 然后再根据那个式子 再把KD求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是 一种啊 叫 极点配置的方法 下面呢 咱们再说一个试探法 试探法呢 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受控对象比较复杂 数学模型 呢 也难以建立 或者呢 你比较懒 你不愿意建立 这个时候呢 在系统设计和调试过程中呢 可以考虑借助实验 就是用试探法 就刚才说 你怎么看着这个装置去调 首先实际上是选择 比例 比例矫正 就是说 咱们知道 受控对象 一般高阶的话 它都是 越来越陡 对不对 咱们说的 所有的积电系统 不管是二阶的 因为你比例 质量弹簧阻尼系统 就是这样的 往下走的 所以一般的积电控制系统 的受控对象 都是这样的 而且呢 越到高频段 它这个斜率越陡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咱们考虑一下 这个整个的这个开环增益 如果从零开始往上升的话 开始肯定是稳定的 所以一般的调整就是这样 咱们不是有一个β吗 有一个β电位剂吗 把它先调到最低 慢慢调 比较小的时候 它一定是稳定的 但是呢 它的准确度不好 因为它的低频段比较低 对不对 它的这个准确性的这个指标不太好 另外快速性也不好 这一般都是这样 因为你放大比例 增益比较小的时候 它快速性不好 准确性不好 但是稳定性肯定是稳定的 然后呢 你逐渐往上往上调 调调调调到最后 它就有一点超调了 有点超调的时候呢 你超调比较大的时候呢 就相对稳定性不好了 这个时候你就加校正 怎么加呢 你在就是稳定性的指标 稳定性在前边加积分 在后边加微分 就是咱们前面的 滞后超前校正的意思也是这样 在适当的这个比例的那个节点 就是实际上那三个增益呢 是决定了这些转角频率在哪 在低频段就是加积分 高频段的加微分 这样下来呢 加微分就相当于把它搞平一点 微分实际上是 博德图是正的 正的90度 对不对 使它的向脚余量会增加的 所以实际上是 在它这个基础上呢 适当的加积分 就是使它的准确度提高了 然后 再加适当的微分 使它的稳定性又提高了 这样呢 就是循环几次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你就看着这拾波器来调 它就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果 这就是试探法 这试探法当然它不是一个定量的结果 但是呢 有的工程上呢 它也能用 就是需要很快让这个系统恢复正常 那这个也可以 但是不一定是最优了 最优你当然一定是 还是解析的这些方法 仿真的这些方法 实验验证的方法 这是实验试探 下面呢 再介绍一个奇格勒尼克尔斯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 也是跟刚才试探法的思想呢 是类似的 它是 确定了一套 就是实验 能够决定它的比例基 比例增益 积分增益 微分增益的一个方法 是这样 就是系统设计和调试过程中呢 考虑借助实验方法 就是也不是 也没有那个前边的那些 把它的固有部分的传递函数写出来 也不用 就是这方法实际上 它的是实现的是四分之一衰减 什么叫四分之一衰减呢 就是它这个衰减震荡对吧 衰减震荡呢 就是后一个周期比上前一个周期呢 衰减了四分之一 是按照这样一个比例 做出来的一个 这三个增益的这个值的确定方法 这就叫 这个四分之一衰减 这个齐格勒尼卡尔斯方法呢 是这样 就是 它四分之一实际上也就是说 它的后一个周期的超条 衰减为前一个周期的 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衰减四分之一 方法是这样 受控对象的阶约响应 首先你先不加任何的 PID校正 就是原来的受控对象 你可以加一个 阶约输入 它就有一个阶约输出 如果这个响应 它没有超条 这第一种方法是没有超条的情况啊 如果没有超条呢 你可以把这个曲线画出来之后 找到它这个 就是转换的这一点 画出一个 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呢 就可以得出一个L 这个是时间坐标 L和T 然后这个呢 是达到 就是这个斜线一直和稳态值相交 有一个点 这个L和T有了之后呢 它的KPKI KD 就可以确定下来 咱们先休息五分钟吧 谢谢大家